清闲国中九份校区的连外道路路幅狭窄 只有单边施做水沟盖 假日车辆一多会车时很容易将车子使进未加盖的水沟 今天议员领一起服务处邀请乘管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严你改善方案 九份地区一到假日人车很多 车位更是一位难求 很多人看到白线就停 造成往清闲国中的轮顶路都被车辆占据一半车道 车辆要通行根本很勉强 常有车辆就使进未加盖的水沟里 因为在这边的话 在夜晚的时候常常会两台车会车的时候 或是甚至视线不清楚的时候 然后会常常有车子跌落水沟的问题 这样那我们今天请相关单位 我们往清闲国中这个道路来会看 然后希望他们旁边可以再加一个水沟盖 让两台车会车的时候可以更加的顺畅 然后不会再有车子跌落水沟的问题 通往学校这条路 那只有单边水沟有加盖 那另外一边水沟没有加盖 那近期经常发现有游客跟学校的家长 把车子开到水沟里面去 那造成地方的困扰 下方表示一到假日 道路一侧就停满车辆 要来往学校几乎是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行 要汇车真的是难上加难 车子使进水沟的情形实有所闻 整个水沟加盖也会导致我们水漫流 那导致旁边的挡土墙会受损 那所以刚刚整个研究下的结果就是 我们在校门口第一段那个部分是路幅比较宽的 那我们就是加设导杆 那以防止汽车跌落 那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部分 尤其第三段整个大概500公尺 500公尺长 那整个包括整个水沟底部 刚刚看了一下已经整个都回损了 那所以为了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那我们刚刚会商的结果 我们把整个水沟要重新施作 那再加盖 然后为了防止汽车掉落边坡 我们也要求他们要做一个护栏 那医院这边也要求他们要做护栏 医院服处表示 今天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排水沟要加盖增加路幅 目前有难度 短期间先装设护栏及回复式导杆 提升行车的安全性 借陈威 瑞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Caval